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在今天开始 扩大纳入18到49岁的民众可以接种 台北市卫生局在早上9点 释出了5.1万个名额给民众预约 而变种病毒还在持续的威胁 在中国广东韶关 首度验出了BA.5病毒的分支 BA.5.1.7 至于另外一个BA.5病毒的分支 BF.7传播更广 在美国的减出比例 是已经涮升到了排名第3了 在台湾也验到了3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不过教授施信如分析说 这两种变异株都是Omicron的分支 因为Omicron已经在台湾大流行 再加上疫苗接种高度的普及 不少民众体内是已经有抗体了 因此估计对于台湾的影响有限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又开抢 这回网页预约还算顺利 没出现像上一回名额被抢光的画面 北市在11号展开新一轮预约 18岁以上民众14号前都能登记施打 减少变种病毒的威胁 而在中国广东又减出感染新变异株的病例 这是BA.5病毒的新分支 BA.5.1.7 至于另一株分支BF.7 在美国的减出比例已涮升到排名第三 台湾也验到三例境外移入个案 就怕这两种新变异株的传染力 跟免疫逃脱力极强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新冠主流病毒 目前看起来呢 BF.7的竞争力看起来是蛮强的 它变成下一个主流株的病毒的机会 可能是超过五成的 而台湾本周就要迎来边境解封 入境旅客不必隔离检疫 让新变种病毒攻入台湾的机会提高 施信如教授分析 这两种变异株都是Omicron的分支 但Omicron已在台湾大流行 加上疫苗接种高度普及 不少民众体内已有抗体 因此估计对台湾的影响有限 大家平常心应对即可 目前因为BA.5还没有流行完 我们正在高原期 那这时候再来一支新的病毒呢 重症的机会也是不高的 这些病毒我想带给我们的影响 应该是不会再像之前BA.2那么的大 就跟现在的BA.5是一样的 台湾防疫措施才逐步松绑 这回又得面临新变种病毒的考验 接种报道 日本从今天开始边境大开 开放自由行 短期免签 一早桃园机场出现了不少旅客 期待出游 报到柜台前大排长龙 很多人直呼说 疫情真的关太久了 就算现在人已经抵达机场 准备要踏出国门 还是感觉很不真实 兴奋的心情却显在脸上 好久没那么多人吵了 旅客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来到桃园机场 就连一旁的外币兑换区 也变得抢手 却因为日本11号起边境全面解封 不少台湾人想抢头乡赴日旅游 算是很久没出国的感觉吧 所以就很期待 要去京都 现在的心情怎么了 就觉得很开心 相隔两年多 终于可以再次前往日本旅游 打满三级疫苗 出入境都免隔离 效益藏不住 毕竟关太久了 还有人说感觉超不真实 蛮不真实的 就是虽然现在已经在报道了 可能要等到真的入境日本的时候 才会发现 就是相信说真的发生了 会换一个礼拜而已 这么充足啊 对啊 就想说可以赶快去这样 日本运行区换 开放边境征型观光 台湾民众眼摩拳擦掌 正被迎来疫后首次出国 但也要提醒大家 复日旅游前 先天发好个人资料 并上传疫苗接种证明 加速入境流程 开心迎来解封 记者林朱强 台湾报道 双十国庆刚过 针对两岸局势 科技界大佬也纷纷发声 前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再提出应该推动正名制限 在国号上突出台湾 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刚刚看到了他接受外媒专访 认为如果中国重视经济 应该就会克制对台动物 因为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那么包括台积电在内 一切都将毁灭 两岸情势的确很严峻 我毕竟那么多年在军中服务 这以前所未有的 被问到两岸是否已经 濒临战争边缘 国防部长邱国正坦言 现今台海情势是前所未见的严峻 前联电总统曹新成就提出 呼吁国人支持两国论 而且应该推动正名制限 在国号上突出台湾 在全世界做生意的商人 包括我们这些企业家们 都已经告诉我们 那就是台湾在世界上 是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曹新成今天告诉我们的 重点就是在这里 不要以为跟中国做生意 你就能得到财富 得到你的权利 得到未来不可能的 科技街大佬主动谈到两岸情势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也在接受外媒专访时 提到台积电在晶片供应链的重要性 证为如果中国重视经济 那应该会克制对台动武 否则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那包括台积电在内 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晶片的生产能不能继续 这个才是美国最在意的 中国是站在一个需求方案情况底下 当然要克制 张东某再明白的讲就是 你用武力拿台湾 一切都毁了 连台积电也都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对世界的半导体 晶片各种供应链 那是个灾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不但得不到东西 而且得罪了全世界 被誉为护国神山 细顿的台积电 不只带领台湾经济成长 更透过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持续发挥影响力 记者林链先生 大会论特别报道 13号即将开放边境 不过第一线的饭店旅馆业者 却出现了人力荒 根据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的统计 6月份以来房屋人员直缺多达1万名 虽然这期间中央出手来协助就业市场的煤盒 但是遇上了疫情升温 煤盒的成效不佳 还有饭店业者表示 主管阶层带头下来帮忙房屋工作 现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工会则指出 这样的状况将会变成恶性循环 也进一步造成其他支援房屋工作的单位 出现离止潮 更换床单 整理备品 饭店房屋人员第一线把关旅客的住宿品质 但疫情以来旅馆业闹缺工 最严重的就是房屋人员直缺将近7成 其次是饭店的餐饮人员 即使中央出手协助举办煤盒就业 但还是没有解决人力荒 做煤盒的时间点刚好在5月 本土疫情又升温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有点却步了 直缺人数从3900多人 就是条件为1031个人 确定雇用的部分683个人 我们在推荐人数上 其实都已经高过于三倍上 根据统计目前观光饭店部分 房屋员月薪3万元的超过四成 如果是工作绩效更好的快手房屋员 加上奖金还可能月零5万元 但这样的直缺目前在市场 还是有些罚人问津 看看准备从防疫旅馆 转型回一般旅馆的饭店业者 也同样面临房屋员不足的问题 我们一直挂在那边悬缺找这些人 可是来应真的真的是很少 当然人手不够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下去协助这些同仁 做这些工作 后勤的尤其是人资部 或者是甚至主管 都要下来帮忙 所以反而造成后勤单位的一个离职潮 饭店业缺人的状况变成恶性循环 业者更担忧 13号即将开放边境 但第一线的饭店旅宿人力 却都还没准备好 也建议中央让他们引进移工 从事旅宿业基层工作 但后续怎么管理 还要确保语言隔阂 不会影响移工融入团队 也将成为另一大挑战 记者桃薛许秋明台北报道